他提问的第二个问题 圣尊最有缘分的第一批的莲花童子 都已经在沙伯世界诞生 现在第二批的莲花童子又生出 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小baby 这些很多的很可爱的莲花童子 这个直肢都是很好的 那么要如何呢 去可以不可以去认证他是莲花童子呢 我告诉你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是大莲花童子 就是中莲花童子 不然就是小莲花童子 都是莲花童子 这个就是全部的认证 我认证所有的人都是莲花童子 那么应该讲起来 他说应该怎么样培养他们呢 怎么去教育这些小莲花童子 或者是小baby怎么教育 我这样子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是 我是这样子讲的 一般看待 同平等的看待所有的莲花童子 平等 你只要是说你更有废根的 很小就有大智慧的 那么很有佛性的 好像很容易挤发你的佛性 很有佛言的 我们要更严格地教育它 不只在一般的邪科上的教育而已 在佛邪上还要更严格地教育它 这是我讲的 所以教佛邪基础要更深入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莲花童子 那么每一个人都要更加的谦虚 谦虚是一种美德 每一个人都要更加的谦虚 不要自以为说 我是莲花童子 我是大的 大的莲花童子 我就很伟大 很骄傲了 骄傲就成谋 很简单 你骄傲就成谋 要更加的谦虚 夜是大莲花童子 是大谦虚 中莲花童子是中谦虚 小莲花童子是小谦虚 夜是大的莲花童子 要更大的谦虚 佛曾经这样子告诉我们 有六波罗蜜 那么他常常谈到的就是舍波罗蜜 舍波罗蜜 你能够帮助人 刚才联恩佛上师讲 一个念头 虽然没有完成 他的功德就已经很大了 这是舍波罗蜜 替众生想 不为自己想 这是菩萨 为众生想 为所有的众生想 不为自己想 舍波罗蜜 这就是佛陀讲的 第一个 这个无我 就是舍波罗蜜 那么 我也要提到 今天也要提到 今天是 我的这个母难日 这个隔几天 还有长治上师 也是 刚好隔个两三天 跟师尊隔个两三天 就长治上师的生日 这个师尊是修 忍波罗蜜 忍波罗蜜 忍辱 有人常常跟师尊讲 师尊 这个 这一生当中 很多的诽谤 很多的坏话 很多的打击 很多的挫折 你为什么 都不生气 也有人提问这个问题 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不容易生气 很不容易 以前在台湾 做完法会回来 媒体报导 连结上师 在上面 你们看了这个报导 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连结上师就写了两个字 生气 很多同盟跟着连结上师 就看到连结上师写生气 我们跟着生气 生气 大家都写生气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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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报导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都生气 不要生气 我告诉大家 我修忍波罗蜜 忍波罗蜜 第一个 这是人家在教训我们 教训师尊 有道理的 我们真的要忏悔 要悔改 没有道理的 是父母在教训我们 你要把信你的人 当成你的父母来看 虽然这一世 他不是你的父亲母亲 但是过去世 可能是你的父亲母亲 因为他那么喜欢教训你 父母最会教训小孩子的 这个人为什么老是教训我呢 你要想 这个人可能你前世的父母 带有前世父母的那一种习性 他最喜欢信你 最喜欢侮辱你 最喜欢骂你 最喜欢教育你 把他当父母看 这是第一个人 你要把刺激你的 教育你的 诽谤你的 信你的 当成父母看 因为他要教训我 一定是我父母 一定是我父母 要当父母看 第二个 你要这样子想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样的 只要你有一点东西 人家都会激妒你的 会激妒你 会吃醋 会认为你比他好 他心里不舒服 他一定要侮辱你 但是他这种侮辱是本来就应该会的 要把他当成本来就如此 人间本来就如此 你说人世间是不是这样子呢 对不对呢 有钱的人 人家看了 也不理他 也不会舒服的 心里也不舒服 他比我有钱我就不舒服 他比我能力好我就不舒服 他当上师 我当个法师 我心里就不舒服 他是一个法师 我是一个在家稀释 我就不舒服 都是用比的 一直比的 人间就是这样子 我教大家 每一个人穿龙袍 我是说所有的上师跟教授师 都穿龙袍 为什么 大家一力平等 大家一样 没有关系可以穿 绝对不会平等四肢 每一个上师 每一个教授师都可以穿龙袍 你们将来穿出来 我就赞扬他 不穿出来 我也不讲他好 也不讲他坏 没有办法 他自由 现在是自由民主 他不穿 我不能每一次都跟在后面 你穿你穿你穿 每一个上师出来 我都叫他穿 我教会也没有用 他们有自由 喜欢穿的就穿 不喜欢穿的也穿 不要再让我讲了 你不喜欢穿 你也勉强穿 就是算在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在香港 在台湾 那么热的地方 让你们穿个舒服吧 不过可以做薄一点的龙袍 薄纱的龙袍 薄纱的龙袍 可以做 大家都穿 喜欢穿的也穿 不喜欢穿的你也应该穿 平等 这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不能只让师尊穿 有时候 大家想说 只师尊穿 大家都不穿 师尊比较尊贵 不可以这样子想 师尊从来不这样子想 师尊只是 这样子的 大家做了 我不穿 让大家心里伤心 你知道吗 我今天穿 换两次衣服了 第一次是梅师姐做的 梅师姐做的 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要穿 穿去给她看 吃饭的时候 穿去给她看 回来的时候 就换这一件 因为那个美雕师姐 一直在问 问说 师尊 我那件龙袍 那个合身不合身 怎么样 我就穿出来给你看 对 那你不能怪我 说明天又穿别的 因为明天又有别人送的 我总是要 让大家欢喜 让大家欢喜 这个是 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 便不是师尊尊尊贵 便不是 大家都尊贵 只是师尊早一点 悟到 师尊早一点悟到 所以师尊教你们 大家同样的尊贵 大家都同样的尊贵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现在没有什么吃醋 激度 没有什么贪 爱或什么样子 没有的 没有的 那别人 有贪 有爱 有激度 有吃醋 那是正常的 人本来就这样子 所以你说那些媒体报导师尊 师尊也是一笑直直 不放在心上 根本无视无心 不会生气 忍入波罗命 忍波罗命 很重要的 第三个 你要知道 我如果没有人刺激我 我会放异 要有人来刺激我 要有人来责骂我 要有人来信我 要有人来责骂我 我会跑得更快 他们是来帮助我 所以是我的菩萨 骂你的 批评你的 毁谤你的 都是菩萨 你懂得修忍波罗命 把所有骂你的人都看成很伟大的菩萨 很恭敬他们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不是谁知道 这是很好很好 真正的善哉善哉的意思是 佛常常讲善哉善哉 是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的意思 很微妙 很微妙 很好很好 有人来信我 骂我 毁谤我 侮辱我 欺负我 踢我 打我 骂我 骂我 甚至于把你直至于死地 直至于死地 而后生 莲花才会开放 懂得吗 他们都是菩萨 他们你不要以为 骂你的就是坏人 骂你的就是不好的或怎么样子 不是 其实真讲实在话 他们来侮辱你 毁谤你 骂你 正是让你修行 忍波罗蜜的忍德 退步海阔天青 退十步 你就是圣贤 我们做法师的 不要老是去骂基士 不要去批评基士 让基士心里好过一点 因为基士他们本身来讲 修行没有到那个境界 没有到忍波罗蜜的境界 师尊是有了 师尊已经修到忍波罗蜜的境界 无论怎么样子的 骂 哇 怎么搞的 越骂越舒服 怎么回事 骂得很痛快 很舒服 从来没有的 这个骂得越 越不好 越爹地 我觉得越舒服 没有感觉 越超然 越超胜 越超越 但我们 法师不要以为 说 师尊说 这个骂人的就是菩萨 你就拼命去骂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的眼中 骂我的全部都是菩萨 你们不能说 我当菩萨就好好的 信大家 不能这样子 这个 你们可以骂师尊 大家都可以骂师尊 都可以批评师尊 没有关系 师尊认为 不是父母 就是菩萨 不然根本就是无心的 本来就如此 这是我修忍波罗蜜的心得 希望你们也能够修出 忍波罗蜜 希望大家都能够修出忍波罗蜜 最好呢 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用再骂 也不用再批评 也不用再毁谤 那么 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 对于这个修忍波罗蜜来讲起来 像我师尊修忍波罗蜜 我已经修到这个平等心 这个时候呢 看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就是不可思议的 众生都是不可思议的 众生都是不可思议的 佛菩萨不可思议 佛不可思议 因果不可思议 众生也不可思议 到了这个境界就是已经很超然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通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在理上来讲起来 在理上来讲起来 如果你悟到了真正的大智慧 但是当你还没有悟到了这个大的智慧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世间的凡夫 那么就不能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对别人 或者是说别人对自己 你要修行 你要在理上面 一定要得到物境 在事上面也要得到物境 你才能够到达这种境界 已经讲到十点半了 今天很谢谢大家来 我很感谢网路上的同门 也谢谢大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明天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 有姚慈金母的父母 我们恭敬姚慈金母 她就是我的母亲 一样的 谢谢大家 好麻烦 你听一下 好麻烦 你听一下吗 感谢观看